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蹊跷的审判 出人意料的结果 种种离奇事件的背后 究竟有没有神秘力量在操纵一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戴涛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第四集 诡异事件接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展望杂志刊登了所谓 雷本人作案过程致述的文章 就是雷在监狱里边 把自己作案的过程写成的手稿 传给了作者 作者威廉休伊 给了他4.7万美元 为了考证雷 他所讲的是不是真的 威廉休伊就按照雷 作案前后曾经走过的行程 一路找人找物 验证这个事 所以应当令人信服 可是就在作为结论性的第三篇文章 将要刊发的时候 这个报刊又刊发出来一个消息 说文章不再发表了 原因不得而知 正常情况下 像这样已经发了预告 而且千百万的读者 翘首以待的文章 突然决定不再刊发 这在美国新闻史上 是空前绝后的怪事情 毕竟前面的文章 已经深深地吸引了读者 杂志的印数 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万份 第三篇文章 看来还不知道印刷的数量 要增加多少 对于这个经济状况 不太景气的展望杂志而言 这种名利双收的机会 应该是千载难逢的 于是记者们 纷纷迫切地去找这个作者 威廉修一 他们想搞清楚这个 连载文章夭折的原因 可是修一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愿意接见记者 并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终于到了最后 这个修一千呼万唤使出来 但是他的回答 令人非常惊讶 修一说 因为我已经得出了结论 雷是单独作案 记者就不甘心了 您不是曾经 十分令人信服地 证实过相反的结论吗 是的 证实过 但后来改变了看法 那您是不是获得了 补充性的材料呢 修一 他说 不是 纯粹是我改变了看法 但为什么呢 修一说 我到哪里都找不到 神秘的劳尔 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他 也没有见过他所接触的人 雷 他也说不出一个 认识劳尔的人 我得出的结论 劳尔他是编造的 所以我自己拒绝发表 第三篇文章 修一的回答 着实让人困惑不解 就在不久前 他还说过自己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去核实各种材料 确定雷不是单独作案 可在短短时间里 他为什么 全盘否定了自己 态度如此之大的转变 是不是另有隐情呢 这时候难免就会有人猜测 是不是某种力量 迫使修一 做出了这个与他之前 背道而驰 截然相反的决定 那么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里边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雷在撒谎 还是坐着修一 受到了干扰 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 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修一的第三篇文章 没有发表 但是在编辑部 看过这篇文章的人 也至少有十几个 最后 有关这篇文章的内容的消息 仍然是不进而走 按照雷本人所说 他的确是在 洛林旅馆对面的一个 出租公寓 租了一间房 然后劳尔来到了这个房间 而雷按照劳尔的命令下楼 枪声一响 片刻之后 劳尔冲冲地来到了野马车面前 这中途 他把装有步枪的旅行带 扔在了人行道上 然后钻进了野马车 他进来之后 躺在后排 座椅前边的地板上 连头带身子 用电子盖住 然后雷开着野马车 向市区北方 飞快地跑了 过来一会儿 雷在红绿灯停下来了 劳尔打开车门下了车 雷继续开车 来到了亚特兰大 从那里雷坐飞机逃到了加拿大 接着又用劳尔事先提供的证件 取得护照飞往伦敦 然后劳尔应该来找他 付给他应得的1.2万美元 这就是雷所说的经历 而且这也完全可能已经得到了修一的证实 虽然修一的第三篇文章没有发表 但修一在第二篇文章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 马蒂·路德金 他的被害是密谋 雷不是单独作案 作家修一的第三篇文章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被传出的第三篇煞有其事 但始终没有得到修一本人的肯定 所以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人们也都在纷纷猜测 雷到底是不是独自作案 那个和雷密谋的人 和让作家修一闭嘴的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就在这猜测满天飞的情况下 雷谋杀马蒂·路德金的案件 庭审马上就开始了 人们都盼着能在庭审中发现视线的真相 詹姆斯·厄尔雷被捕之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断定 他就是杀害马蒂·路德金的凶手 可在詹姆斯·厄尔雷透露给威廉 那么庭审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戴涛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马蒂·路德金遇刺案第四集 诡异事件接连来 开庭日期定在1968年11月12日 在孟菲斯开庭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这次开庭对安全工作非常重视 精心挑选了一千多名警察担任警卫 进入法院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么几个过程 第一步登记验明身份 必须出示你的证件 然后填写专门的登记调查表 第二步照相录像取下指纹 要给每一个人照相 而且十个指头的指纹全部都取下来 同时再用摄像机给他们摄像 第三步搜查全身 警察命令每一个进来的人 脱下鞋子 把鞋垫掏出来翻一遍 还敲一敲鞋后跟 把前甲打开看一看 连笔套都要拧下来检查一下 只有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才批准你进入到这个审判大厅 这个审判大厅也不是很大 在审判厅里头除了便衣 还安放了很多旋转的摄像头 镜头对着这些人 记录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动作 每天的收身和一整套检查措施 对每一个人都要实行 连法官都不例外 所以说防卫措施应当是天衣无缝的 所有工作都已准备妥当 备受关注的马丁路德金 遇刺案的庭审就要开始了 这次庭审的时间 预计至少在六周左右 不过就在这起案件 正式开庭之前的一天晚上 也就是1968年11月11日 事情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 审判延期举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雷宣布他决定更换辩护律师 孟非斯司法当局 他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这个事 他说这个决定是由雷他本人做出来的 没有任何人对他施加任何压力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显得不可思议 首先雷的现任辩护律师海因斯 从着手工作 这个时候算起 几乎已经有半年时间了 像这样一起大案 聘起一名有名的律师酬劳 那绝对不是说千把块钱就能打发的 雷请这个海因斯出马 律师费是1.5万美元 雷这个人我们应当很了解他的简历 他之前啊 不是偷就是抢 别看他弄得挺费劲 可弄的都是小钱 实际上他应当属于温饱线上的平民百姓 当然展望杂志 这上面发表了文章 休伊给了他4.7万美元 但这个钱扣一些所得税 然后支付海因斯的1.5万美元律师费 那么这个律师费是不能退的 因为这属于雷的违约 损失由雷自行承担 这样的话扣了这些钱 再来支付第二位律师的酬劳 那确实显得够强 更何况新的律师 是更加大牌的辩护律师福尔曼 雷的这么一点小钱 根本不可能指望让福尔曼 这种大律师动心 再者福尔曼律师他的工作 还得从头开始熟悉侦查材料 调查收集证据 核查有关的资料 研究一些法律文献 从中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的 那么雷为什么放弃海因斯 而选择福尔曼呢 难道他不心疼钱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暂时还没有答案 这起案件经过延期 终于再次确定了开庭的最后日期 1969年3月10日 可是就在这个当口 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新情况 3月9日开庭的头一天晚上 孟非斯司法当局宣布 公诉方和辩护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雷承认自己有罪 作为交换 他将不做电影 而是做99年的牢 马丁路德金遇刺案发生后 对嫌疑犯詹姆斯厄尔雷的这场审判 备受关注 可离奇事情却接连发生 詹姆斯厄尔雷在开庭前一天 提出更换辩护律师 导致庭审延期 新的庭审时间确定后 又是在开庭前一天 一直拒不认罪的詹姆斯厄尔雷 却突然承认自己有罪 法庭将用99年的刑期 代替对他做电影的惩罚 那么詹姆斯厄尔雷的认罪 给之后的审判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电影啊 是美国在20世纪经常使用的一种死刑 执行工具 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 美国各个司法管辖区不同意 就全美国来看 有五种死刑的执行方法并存 他们分别是注射 电影 毒气室 绞刑 然后就是行刑队的枪决 电影的具体执行方式是这样的 在行刑室摆放一把电影 变压器和通电的开关 在隔壁的观察室 行刑室和观察室 用一面玻璃把它隔开 电影是木头制的 上面有皮带用来固定犯人 犯人呢 就坐在电影上 手腕固定在扶手上 腿部 腰部 胸部 下巴 额头 用皮带 全部绑在电影上 固定好 然后 让2000伏特左右的电流 从腿部 通过头部 电击死亡 一次完整的电击过程结束之后 医生就上来检查犯人的生命体征 如果还没死 还有生命迹象 那么 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 再来一遍 直到犯人没有生命迹象为止 显然 如果雷认罪 就可以免于一死 而且 常规的审判不再进行 不再由证人出庭作证 也不再搞交叉讯问 讯问的过程 只是由公诉人 发一次言 援引被告 在金博士被杀的案件中 有罪的主要证据 再由辩护律师 发一次言 表示赞成公诉人的论据 最后就宣告 被告承认自己 有罪 仅此而已 雷当庭认罪 而法庭也默契地用 99年刑期 代替 做电影 雷的这种 保密行为 可以理解 可他究竟是 和谁 达成了交易 詹姆斯厄尔雷 在更换律师之后 一改之前的态度 承认自己有罪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一直关注 此案审判的人们 感到十分震惊 更换律师 和詹姆斯厄尔雷的 态度转变 有没有关系 新换的律师福尔曼 在此案中 究竟起着 怎样的作用 这场审判背后 有没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内幕 轰动一时的 马丁路德金遇刺案 难道就要 以这样一种 疑点重重的方式 收场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戴韬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马丁路德金遇刺案 第四集 诡异事件接连来 这种司法程序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国家的刑事 诉讼法 也有类似的规定 比如说 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 这类案件 可以简化程序 酌情 重庆 出罚 但是这里头 有一个关键 那就是 被告人 自愿认罪 那么雷 是不是 自愿认罪呢 审判 审判从3月10号开始 4天结束 公诉人 当着陪审团的面 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他说 詹姆斯 鵝儿 雷 无疑是有罪的 就像他 无疑是单独作案 无疑不存在 任何密谋一样 不利于被告的罪证 已足以让他上电影 但是由于被告 采取了明智的行动 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公诉方面 同意用99年刑期 代替做电影 这就是公诉人 发表的意见 那么雷的辩护律师 是怎么表现的呢 辩护人在答辩的时候 先对公诉人 恭维了几句 接下来 他并没有试图 替被告辩护 而是竭力地 让人们相信 雷是单独作案 而作为司法中立的法官 他最后高度赞扬了 公诉人 高度赞扬了辩护人 接着说 既然被告明智地 选择了承认自己有罪 使法庭免于纠缠 许多事物 那么这起案件 就不必审理了 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法官说 在这种情况下 田纳西州的法律 允许不必再听取任何案情 就可以重新判处 罪当死刑的被告 不判死刑 按照公诉方面和辩护方面 一致同意的惩治办法 判99年刑期 雷是什么态度呢 雷这个时候 无精打采地坐在被告席上 茫茫然 转动着脑袋 听完了判决 法官就问他 被告有没有最后陈述 雷当时有点懵 看了看自己的辩护人 看了看公诉人 再看了看披死员 看了看法官 他说 是的 我想纠正一件事 公诉人 法官 辩护人都非常好奇 非常惊讶地望着他 看他想说什么 是不是想反悔 雷 他也看出来这些人不放心 连忙说 我不想对自己已经说过的话 做什么改变 但我想补充一件事 我承认自己有罪 但我不同意 没有密谋的说法 法官这个时候 赶紧决定刹车 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主要的是 你已经承认有罪了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否同意承认有罪 并以服刑99年 代替做电影 这个时候的雷 显得非常无助 也非常可怜 他所看到的 都是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孔 没有任何人愿意救他 对于控辩双方 事前商量好的判决结果 一边是坏 一边是最坏 他只能选择坏 这就是著名的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 暗杀案件的 开庭审判过程 这个消息轰动了全美国 这个结果让美国人民 大为吃惊 一切居然如此简单 是谁指使雷 从拒不认罪 到承认自己是凶手 这当中有什么内幕 大报小报的记者 他们团团地围住了 莫非是法院大楼 法院不让记者进去 但是也没有人走出大楼 因为雷还被关在楼里边 记者们很生气 大家一起商量好了 决定就在这个门口守着 守住所有的出口 要把雷堵住 要问个究竟 问个明白 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蒙骗 在夜晚一点钟的时候 雷被他们化妆成副州长 化妆成副州长的模样 从这些记者眼皮底下 溜出去了 所以所谓的无冕之王 也没有办法解开 不公开审判雷的真相 和雷自愿认罪的背景 一场离奇的审判终于结束了 雷是为了保命才承认了 是其单独杀害了马丁路德金 这个结果固然让人意外 可让人们感到更为蹊跷的是 雷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 转变态度 判决之快也令人咋舌 人们似乎感觉到 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参与其中 那么谁才有这个力量 放眼全国 有着这样力量的人 或者团体屈指可数 就在人们还在思考 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 认罪保命的雷 在狱中又有了新的情况 雷在被送进监狱后 没过几个小时 他就向监狱里 提出来希望得到新的辩护律师 他说自己是无辜的 是在被人逼迫 诱骗的情况下认得罪 如果我不承认有罪 我就得上电影 那就没命了 而且我的辩护律师 花了六个星期 对我做工作 要我认罪 我所能做的 那就只好认罪了 不然我就没命了 因此 他向田纳西州的司法部 提出申请 他请求法庭 重新审理他的案件 但是被拒绝了 雷他虽然不停地坚持这个要求 坚持要重审这些案件 但是当局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整个案件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疑点 法庭的最后结论 除了政府和联邦调查局之外 没有多少人信服 在这起案件宣判结束之后 人们众说纷纭 辩护律师福尔曼 他的解释是 凶手是为了出名 而杀害了金博士 这个没有多少人赞同 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 雷他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如果雷是真凶 或许种族主义 就是雷枪杀金的一个合理动因 后期被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 如果存在一种阴谋 那一定有种族主义的阴影 在这里晃动 不管雷是不是真正的凶手 枪杀行为 不会是个人行为 应当是一个组织在幕后操纵 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在马丁路德金遇害后的最初几年 各种传言不绝于耳 有人说是3K党杀害了金 也有人说是黑手党杀害了金 甚至在美国国内流传的这样一种说法 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福 亲自下令杀害了金 首先 胡福一直视金为眼中钉肉中刺 其次放眼全国 究竟哪个组织有如此能力 设计出如此巧妙的刺杀 而且找好了替罪羊 最后控制了审判 所以胡福和他的联邦调查局 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究竟那支看不见的神秘力量 到底是不是胡福和联邦调查局 马丁路德金遇刺的真相 又该怎样揭开呢 请大家接着收看下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栏目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蓝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